我們來討論這個線對稱 線對稱又稱為軸對稱 就是說如果 有一個方程式 它的圖形 現在有一個方程式的圖形 那麼它對稱與x'a的圖形 它的方程式是滿足這個方程式 那為什麼?理由是這樣子 就是說現在這裡的話 有一個函數圖形 然後滿足這個關係式 A分類XY 等於0 那麼 以x等於a 這個是 x等於a這個軸 以x等於a為軸 的那個對稱圖形 就是把它COP過去 那麼它上面的任何一點 這一點的話 或是這一點 上面的任何一點 SY 我以這個單對稱走對稱過去的話 會變成多少 就是說 這兩點 它的終點的坐標會落在這裡 比如說這個如果是 x' y'的話 那麼它有什麼關係式呢 就x'加 x'加x'除以2 還要等於a 我就是說 x' x'加x' x' x' '除以2 這個是 這兩點的 終點 終點的一個坐標 這要等於a 所以我就曉得說 他這個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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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的關係 然後才能 就是找x'跟y'的關係 那個關係式就是它的方程式 那它方程式 那我現在知道說 sy的話滿足這個方程式 好那我現在的話 知道 x'跟x'的話 滿足這個式子 所以 我就曉得 x' x' 等於多少 2a -x' 2a-x' 好那現在的話 這個x的話我把它帶進去 帶進去的話就得到什麼呢 啊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裡的那個y坐標兩個都一樣 就是x' 等於y 不對 y'等於什麼呢 y' y' 等於y 那也就是說 這個y的話呢 等於y' 好那我有什麼呢 sy的關係式 要找 x'y'的關係式 就是說 就是說我要找 s'跟y'的關係式 這個關係式的話呢 滿足什麼樣的關係式 滿足這樣的關係式 我把它帶進去 就f 那個x x把它帶進去嘛 x 就是2a 減掉x' 然後y' 然後y的話 是等於y' 等於0 那這樣我就曉得這裡的x'跟y'的關係 那我把名字呢改一下 改成x 因為這裡的x'就是 這一點的x座標 這個y'就是等於y'的y座標 所以就得到什麼呢 得到x'跟y'的關係是這個 2a 減掉x x'跟y'的x' 等於0 然後的話 這個函數圖形 它的x座標跟y座標 滿足這個關係式的 那畫出來的圖形 會對稱你的x等於a 同樣的道理 同樣的道理 就是說 你這個什麼呢 這個 這個圖形 它如果對稱於什麼呢 對稱於這個 這個 這個是 y等於b y等於b的話 那麼它的那個對稱圖形 那麼上面的什麼呢 上面的這個 那個什麼 上面的x'跟y'有什麼關係啊 就是說 上面的x'跟y' 它一定有一個對稱點在這裡 這個是sy 然後它的x座標是一樣的 就是說 就是說 它的對稱圖形 它對稱點 對稱點x座標是一樣的 x等於x' 那位座標的話 它的那個終點座標就是 等於b 也就y 加y' y'除以2 這個等於b 好那我現在以知 x跟y的關係 滿足這個方程式 那我現在就問 x'y'的關係是 滿足什麼樣的關係式 那我就把 x'y'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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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進去就可以得到什麼呢? X是Xplank 那Y的話是2V 減掉Yplank 那這樣的話我就可以得到什麼呢? 得到Xplank跟Yplank的關係 Xplank跟Yplank的關係滿足這個方程式 那Xplank跟Yplank呢 是它的那個對稱圖形的 X作標Y作標 那我就把plank給它拿掉 拿掉的話就知道 對稱圖形的X作標跟Y作標之間的關係 就得到F X2V-Y 等於0 我們就證明的是等於這個樣子 好,那現在我們來看看這個 一個圖形 它如果有對稱軸 我就說一個圖形 這個東西我隨便畫了 一個圖形它如果對稱以多少呢? 對稱以這個... 它如果對稱以X等於A的話 那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說它圖形上面的每一個對稱-sy 它的對稱點也在什麼呢? 也在這個方程式裡面 這個點的話它滿足什麼? 滿足F-sy等於0 對稱以X等於0 對稱過去的話 這一點就是什麼呢? 就是X'Y' S'Y' 好,那這一點的話 它的那個... 那個對稱點的話 它滿足什麼? 滿足F 這個是... X'Y' 給它帶2A-X' 那Y的話 代多少呢? 代這個Y 也就是它的對稱點 X'Y'等於多少 等於那個... 2A-X' 那Y沒有變 然後的話 那這個的話 也是原來的 那個什麼 原來的這個... 凡數圖形嘛 所以這個也等於多少呢? 等於F呢... X'Y' 也就是說 這個... 那個... X'Y'的話 滿足這個方程式 然後X'Y'也滿足這個方程式 X'Y'也滿足這個方程式 但是X'Y'呢... X'Y'等於這個 Y'等於這個 所以我就曉得說 這個呢... 這個什麼呢? 這個形狀啦... 這個函數圖形狀 跟這個的話是一樣的 你就要滿足什麼呢?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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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東西啊... 要滿足呢? 這個東西啊... 這個... 當然... 通通等於0 那... 也就是說... 它如果對稱X'Y'的話 那麼呢... 它要滿足這個關係式 要滿足這個關係式 也就是說... 這個函數圖形啊... 如果它有一個對稱走勢 F'A的話... 那它就必須滿足這個關係式 這是弱且微弱關係 啊... 通常的道理啊... 如果呢... 這個方程式圖形喔... 它對稱X'Y'Y'B的話... 它也要滿足這個關係式 啊... 道理的話呢... 跟剛剛一樣... 就是說... 如果喔... 如果喔... 如果這個函數圖形喔... 它有一個對稱走... 是Y... 等於V的話... 那麼上面的一個點... SY... 它滿足呢... 這個方程式... 喔... 它滿足呢... F喔... 在SY... 等於0這個方程式啦... 那麼它的對稱點... 對稱點的話喔... X'Y'B的話... 它也滿足呢... 這個關係式嘛... F耶... X'B的話... Y'B的話... 它也是滿足呢... 但是我們曉得說... X'B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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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 欸... 這X是... 等於X'B的話... 那Y'B的話... 有什麼關係呢... 這個是等於2a減v 這個東西是等於2a減y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把它帶掉的話 這個等於什麼呢? 這個是等於2a減y 不對,這是2a減yplank 是2a減y 那這樣的話我曉得這個f x 就是2a減y 也滿足這個放動詞 所以的話也就是說 它如果是一個對稱圖形的話 那麼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會相等 f x 這是2a減y 會相等 這個時候我們就曉得 這個圖形它是對稱你 y 誒,這是v 講錯了 這是v 這是v 這y等於v 這是v 如果這個函數讀解 對稱與y等於v的話 那麼它有這樣的關係式 有這樣的關係式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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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